其实佛罗蜜啊 这种产地啊 并不贵 看 这这么大的果子啊 你要是喜欢吃啊 来我直播间 一个人啊 吃不完 哎呦 做栗子好安哦 四川的老乡 看到了 给我点个赞嘛 感谢你们哦 好安哦 做栗子 你看嘛 脆甜柿子 摘下来 直接吃的柿子品种 口感脆甜 不麻不涩 有喜欢种植的朋友 双击加关注 带你了解 更多果子品种 哥姐 看看 这一款荔枝啊 你们别说吃过 我估计啊 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看看 这个啊 就是咱们的五合荔枝 吃下去啊 口口爆汁 满满的果肉啊 哇 真的好甜 想吃的话 这流动切碗是已经可以啊 不怕同行竞争 就怕外行抬杠 老手都在求质量 新手还在拼价格 当你买到便宜货的时候 不一定是捡的便宜 可能被新手 可能被新手念手了 你在我直播间 看到什么呀 买的就是什么呀 每天给它是现摘现发 杨总 你看一下啊 杨总 这是给你搞的货 我先给你测一下 给它拿一刀看一下 哇塞 哦 羊毛三毛四毛啊 不说了 反正都烦死了 如果你喜欢吃啊 帮忙点个学习 来我直播间 这么一整个啊 几十块还给你抱个多家 朋友们 你们的圆葱啊 都买贵了 来 看看我们产地的大圆葱 每天呢 都是现花现发的 都是这么好的瓶子 嗯 脆脆的 辣辣的 随随随随随的 如果您喜欢 几块钱 我就给你发一下 一提起李子呀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它 又酸又涩 那你一定是没有吃过 我们四川的李子 脆脆甜甜 特别爽口 尝试一下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哎 小伙子 把你这葡萄给我拿五串 五串哥 你是在开玩笑吗 它被誉为葡萄中的爱马仕 脆甜可口 咬下一口 满满的梅格花香 在中国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阳光玫瑰 这是我们云南种植的 这么好吃的葡萄 十块钱哪里能够买得到 那里要多少 要不这样吧 来我直播间 交给朋友 这皮真薄啊 这皮真薄啊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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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